小眼辣妹在台上热舞 下了台也很忙 还要陪着打电动 看看这两层 粉红色粉蓝色的灯光 就像lunch bar 不同的是多了醋女郎在旁边校正 这很好玩啊 有妹妹那边会更好玩 有人打美女牌 有人责用折扣充人气 微软一台上万元Xbox主机 拿消费圈来买 多Sony6000多元的游戏 还有无线控制器 Sony的PSP从6000多降到5000不到 打出展场台有的价格 让这台游戏机一天卖出上千台 如果你是线上游戏名也有好康 点数卡每家都往下杀 华裔WGS打五折 英姿瑞打到八折 倾向最猛72到73折杀到破表 每天的目标是100万的营业 希望五天可以做到500万的业绩 那前面两天呢 我们大概都做到有相信八成的水准了 然后昨天呢有破百万 三年多没餐展的业者 这次也破天荒涉摊拼业绩 毕竟假意天气发烧 电玩展前四天累积35万人 比去年27万人多出三成 也难怪业者甘愿花大钱 请Showgirl发赠品一点都不手软 东森新闻中文林宇人她的报道 在电玩展里头除了这Showgirl相当的引人注目之外 来看到这一群电玩辣妹也相当引人注意 她们呢是台湾一支完全由女生组成的电玩队伍 里头每个人都是长相甜美 一出场就让不少人拿着相机猛拍 而这群电玩美女队她们最大的梦想 就是去参加国际比赛 拿下最高奖金100万元 最近音乐摆动身体 不要以为她是展场辣妹 其实她不止舞跳的好 打电动更厉害 小天心 加油 小天心 加油 拍下都是超级粉丝 因为一字排开 六个人都是大眼睛 笑容甜美 根本就是宅男心目中的女神 现在这一组电玩美女队 准备挑战各大比赛 韩国就是她们如果冠军比赛的话 然后她们都会破百万 对啊 然后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感觉这奖金还蛮幽默 对啊 然后所以很想尝试 手上是超亮眼的水晶指甲 不说你根本不知道 25岁的队长姓已经是电玩赛的老手 19岁的美 各自娇小 还在念高中 却已经把打电玩当作未来目标 就连彩妆师都来参一脚 每天花时间练功 就是要朝职业选手迈进 那是三万到五万 对 那你现在的收入 大概 你是说原本的工作 比这个还要低 这群美少女一点都不宅 打电动可是为了大目标 热身赛先对上实力坚强的男子组玩家 开战不到一分钟 已经赢了两回合 果然很厉害 这群辣妹电玩手 要让宅男知道 打电玩可不是他们的专利 加油 东森新闻等位林宇仁 泰北报道 再看到